嗯 寬潮時候, 有一位怨靈叫應森 有一天, 他邀請主部杜孫 去到他家喝酒 人來呀, 快點跟杜主部倒酒 難得今天這麼開心, 要多喝點 博人聽到吩咐之後, 連亡倒酒 但是, 杜孫似乎面有難色 看看他心裡在想什麼 什麼呢? 酒裡是不是有些東西在動呢? 但是應大人邀請我喝酒 我又怎麼可以不喝呢? 杜孫緊張得冒冷汗 但是仍然勉為其難喝了點酒 越令大人, 下官忽然想起有點急事 恐怕要早退了 可不可以? 應森聽到杜孫說有要事 只要讓他離開 杜孫臉色蒼白回家 一直抱著肚子大叫好痛 你剛才去應大人家喝酒 還好地地 為什麼忽然病得這麼嚴重? 別提了 我看到酒杯裡有一條蛇 但是又不敢不喝 結果喝了一杯 那套就痛得不得了 快點幫我找大夫來吧 家人請了大夫來診治 但是一直都沒有起色 應深知道杜孫生病的原因之後 決定徹底調查一下 結果? 杜主部, 請你坐在上次來我家喝酒的地方 看看酒杯裡有什麼 酒杯裡真的有一條蛇 是呀 放心, 那條不是蛇 只是弓箭的倒影 杜主部請轉身看看牆上 杜孫, 見到牆上掛了一把紅色的弓箭 弓箭的影, 倒影在酒杯裡 看起來就好像一條小蛇 哈哈哈哈, 原來只是弓箭的倒影 我真是傻, 我真是傻 杜孫搞清楚事實的真相之後 馬上精神起來 不用吃藥, 病都康復了 當市民聽到有人染上嚴重傳染病的傳聞 即使傳聞未經證實 都紛紛以高價搶購藥物 這種情況就跟杯公蛇影裡面的杜孫一樣 疑實疑鬼, 為不存在的事情嚇一大餐 作詞曲 李宗盛